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际迈动 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 耳目一新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们收听大爱串起来 我是怡君 我是云川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们两位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神秘嘉宾 是谁呢 明天即将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老师 也是我们大爱电视台的张尊玉张副总监 我们人称张老师 可是我在想说我们的镜头是不是要稍稍给他转一下好了 来 我来转好了 我们的老师在这边 老师你跟大家挥挥一手好不好 大家好 老师今天来视察我们 我们非常非常感恩 其实我们在这边也要邀请所有的全球大网路电台的好朋友 我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些海外的家人都宅在家里头 因为疫情实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 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好好的待在家里头 待在家 然后可能尽量不要去到太多拥挤的地方 然后其实在家也可以做好很多很多事 像上次的那个金生师傅所说的在家可以看书 阅读好书很重要 我想呢其实此时此刻呢 我们我记得我在网路上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就是说其实现在呢 你看电视宅在家里 竟然是帮助人类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确实如此 所以我们也要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配合这件事情 不过呢其实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安排播出的呢 是在今年的2020年3月24号 也就是星期二早上志工早会 正言上人的开始当中 其实上人就有特别提到 其实现在呢我们防疫工作很重要很要紧 也就是说我们大必要配合防疫的政策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 我们一定要常常洗手对不对 洗手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最近我看到很多的宣传 我觉得大家实在是超赞的 全部都动起来大人小孩 而且我们此中的孩子们呢 也都来设计这种这个防洗手歌 可是大家狂洗手的同时 安宁的水哦 有没有不小心为了要拼命洗 开开开心洗就一下子 哇转大了 对不对 在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上人在开释当中 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水资源 是 那常讲常讲会变得老生常谈 所以呢 这时候上人就带着大家来挥手当年 想到了早期的 应该是1996年 那时候我刚来此记没多久 当时呢此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专案 就是在援助于非洲伊索比亚 这边我们有个大型的专案 那其实在当地会有一个蛮特别的画面 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的开始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部分 所以呢 稍后上人的开始当中 我们也要邀请大家一起用心来聆听 是 那么谈到这个疫情的部分啊 现在这个意大利 它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也位居在全球第二 那是仅次于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 对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大爱新闻部经理 陈竹琪也向大家分析到说 这个意大利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是 好 所以这幕后的原因 等一下我们请大家一起用心来听这专业分析 好 那不过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全球的脉动 来 原本呢就是在英国 就是我们刚刚提起来讲到欧洲 我们也讲到意大利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被称为佛系防疫的英国 他们讲佛系防疫 我一直在想说这是佛心来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就是 对大家来说 他们的这个防疫的步骤 可能稍过于比较平缓了些 然后其实也是让民众们非常的担心 反而会担心 所以我觉得是说民众反而会希望严格一点比较好 对 那他们目前确诊人数是超过了5600人 那还有200多人是已经死亡的 所以这个疫情呢是直线再去攀升 所以在这样子下去 他们专家有预估说 英国的疫情可能再过两三周之后 就有可能跟意大利一样的严重 所以这个英国的首相强生 他也宣布了最新的防疫的措施 那只有在特地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出门 是 像是采买民生用品 或者是有医疗需求 有需要就可以出来 还有上下班 还有一天至少有一次的出门运动 还可以出门运动 那这样子 好 但是我觉得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好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遵守 所以英国政府就是关闭了所有非必要的商店 还有图书馆 宗教场所 还有两个人以上的聚会 全部都要喊停 包括婚礼在内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透过这一段大爱新闻的画面 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出门 例如是采购民生用品 或者是医疗需求 上下班 还有一天至少一次出门运动 同时为了让民众遵守 英国将关闭所有非必要的商店 还有图书馆 宗教场所 两人以上的聚会都喊停了 包含婚礼在内 好 所以其实这些重要的聚会 虽然人生也许可能就这么一次 是 但是却因为疫情 但是其实大家也是要注意 其实最近算说结婚的人也非常多 包含我的朋友的朋友 最近也是结婚 但是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办在户外 哦办户外 哦 对 当然 其实户外 当然这部分都还是要去小心的 去防疫这些疫情的部分 所以最重要还是勤洗手 跟戴口罩 没错没错 所以呢 我觉得或许有可能很多人生的唯一一次 但是也不要为了就唯一一次 变成最后一次 是 好 所以因为你看 只要你愿意配合 一定有对您 对整个疫情一定有帮助 像最先封城的就是在中国大陆湖北武汉 是 那么最近呢 其实疫情反而是降温了 哦 对 像他们在这个很多的城市 也都陆陆续续的来解除这个封锁 嗯 就连重灾区武汉 也在封城两个月之后解封 哦 所以这几天 甚至市区 以前呢 是呃 可能街道当中空空框框的 对 然后现在就开始 哎 人气出现了 慢慢有车开始进入 也让当地的民众觉得天哪 有点感动 毕竟他们两个多月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如果看到车水马龙 他应该会哭吧 对 我们接下来也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份的感动 大爱新闻的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一份的 呃 及时会传回来这个影像 好 我们可爱的小编 好 桌面上 小编啊 我们明天要启动的这个小编 来帮我们寻找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爱新闻会传回来的这个画面 哈 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历史镜头 也可以透过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像画面啊 来做记录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维宇帮我们把这个画面 呃 分享出去 居民在窗前会舞旗帜 还有的列队街头 隔着铁栏也要欢送道别 称光明媚的武汉 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认认真真好好的去看过一眼 跟他们朝夕相处了五十多天嘛 然后他们送他们走的时候特别伤心吧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我都不认识他们 就是可能用眼神去交流 越来越多医疗团撤出 而武汉在封城近两个月后 宣布有序解封 逐渐恢复生机 门外看板标记有多少天没出现疫情 无疫情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起码就是我整个小区里面没有病毒感染什么的 我出去不害怕什么 除了取消跨区检查站 并逐步恢复公共交通 被定义为无疫区小区的居民 能在指定点采买日用品 上下班也只要凭健康码及工作证明 体温正常就可通行 虽然放宽人员流动 但还是要小心翼翼 滞留在外地的武汉人 持健康码终于能回家 但离开武汉 必须向辖区及行业主管部门申请 出示核酸检测等证明才会放行 大爱新闻能问几遍意 好 非常谢谢维玉 好 那我觉得看到这个画面 让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那一份权利配合 所以现在能够就是让大家恢复正常的轨道 所以大家也都要配合 那也许我们现在的疫情可能慢慢慢慢起来 尤其是像这一波有非常多来自于海外 回来台湾的这些留学生 那么陆续返国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很多大的压力 大家要居家自我保护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配合规定 这个是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也能够开心的上街头跑马拉松 或者是一起就是在欢唱 所以这是大家都必须要在这个大时代一起来配合 是 那么像这波疫情的影响 其实这些也影响到很多很多的学生们 包括是国中他们在五月份的时候 会要准备这个会考 是 也就是他们会要考高中的那一场大考试 那也会有考生担心到说 可能自己需要在自己家里受检疫或者是隔离的部分 那他要怎么去做考试这个部分呢 所以我们的教育部也有提到说 其实如果没有办法硬考的话 还会有补考的机会 是 这个影响层面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教育部的说法 疫情当前 但紧接而来就是国中会考 今年共20多万人报考 目前占定一元日期5月16号17号举行 考量到部分考生可能会遇到居家检疫 或居家隔离的状况 首度规划两次考试 基本上可以让每一个考生 如果他在5月16号17号没有办法 因为检疫的关系无法考试 参加考试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补考的机会 负责命题的台试大新测中心表示 两份试卷的难易度相当 但毕竟会考攸关学校的选择 准备时间的多挂 是否直接影响到成绩也引发疑虑 你第二次考的人 会不会因为多两个不耐的时间做准备 然后他比较有优势 或者考生日期的关上觉得 好像考得比较难 所以会产生有一些不公平的正义 疫情当前如何在考生权益 和硬式公平性做出权衡 考验教育部的决断能力 在新闻黄云轩李建宽台北报导 我们所收听的是大网络电台 大爱串起来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在空中与您相见 那同时呢 广播现在不仅可以线上收听 还可以看得到 还可以留言 跟听众朋友 我们来互相沟通一下 聊一聊问候一下 好不 来有请我们云轩点点名 好我们有看到我们线上的好朋友 王万一 哎呦万一听友 你好 真的是每天都会线上 然后准时收听 是 然后会在大家 就是在我们非常的 像是 彼此问候 对 然后在 而且万一 万一听友非常的 嗯 应该是说 他非常有一个bonus的机会 就是像 应该像是上次可能我出球的时候 他也可能就看到了 我们的听友就是呆得越久 认识我们的同人越多 是 好 欢迎万一听友 还有 我们的詹丽玉听友 也很 也像大家说 午安 午安 您好 您好 还有我们的头号粉丝 陈梅兰 是 你好 还有所有 也给很多爱心 对 还有所有看得见没看见的听友 都在此时此刻浮现咯 是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首先我们关心了一系列的这个新闻 当然其实政府也有防疫广告啊 这个防疫广告的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助理 小助理 帮我们把防疫广告来提醒 看看今天政府要提醒大家什么事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医院组副组长罗一军 居家隔离或检疫 应与家人住不同房间 常以肥皂施洗手或使用干洗手艺 避免用手摸眼头鼻 万一手部接触到呼吸道分泌物 不必要用肥皂彻底洗手 除自己应戴医疗用口罩 同住者也请戴口罩 居家隔离或检疫民众 不可外出 早晚量体温 并确实回报卫生单位或领暗室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又机关署提供 有政府请放心 我觉得有大家也要放心 因为大家都很配合 好来防疫期间也请大家多多来配合 刚刚有提到要怎么样 洗手 洗手 然后戴口罩 戴口罩 还有做好自身的保护 我觉得这都是老生常谈 是 对 那可是 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做到 有的时候八十老翁 都晓得 但是有的时候三岁小儿都知道 但是八十老翁做不到 那就是 知跟行 就是有距离嘛 所以为什么常常都是上人会一直哭口婆心 大家要如素 要如素 要爱护大地 可是呢 讲半天 真正能够实行的人 有多多 所以这个此时此刻 现在面对很大很大的疫情灾疫 真的需要大家来觉醒 好 我们来先提到了 要觉醒的有一个水的部分 是 那上人在今天 3月24号的志工早会上也有提到了关于资源的部分 因为像刚刚有提到勤洗手 那洗手的部分也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有些人可能想说 我手上的这个肥皂没有冲干净 那可能就会有转稍微大了一些 那是不是把这些比较大的一些水就慢慢的流掉 也有产生了一点浪费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人家说洗水如金 是 你还是像我们的长辈们 对于水的资源就非常非常的重视 它的下面其实都会放一个水盆 就是像我们家里的长辈 都会做这样一个洗水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洗完之后 那个水其实还可以拿来做二次利用 冲马桶啦 或者是浇花等等 那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上人就提醒大家要珍惜水资源 而且特别呢 透过一段的画面 那今天我们先要请我们小编 帮我们把画面先把它播出去 那因为今天上人在开示当中 今天上人在开示当中呢 就特别提到了 这就是慈禁呢 在1993年到1996年 当时我们和法国世界医师联盟MDM合作 在非洲伊索比亚这边 在这里展开为期三年的医疗卫生援助方案 那您现在在画面当中 刚刚有闪过去 就是花联卫生局的前任的局长徐祥明 他当时也是我们深入在伊索比亚 投入这个一个重建工作 那您现在可以看到画面 这个水很可怕对不对 有很多的结局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画面是小意思 在志工早会上人所播出的这一段画面是 还有一位男性 他趴在那个水坑 而且呢 他的嘴巴 靠进去 他是要吸 直接吸那个水 对 就是刚刚的 像刚刚看到那个水 等一下小编现在帮我再重调那个画面 那个就是把那个水吸起来 而且吸到肚子里头 没有没有 他吸到嘴巴 嘴巴里头 而且呢 你知道吗 他到最后还把它 再吐出来 要做什么呢 洗手 他要洗手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 这样洗手洗得干净吗 对 是他可能先吸到 就是让自己 嘴巴里头有水 然后再洗手 好 所以呢 上人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来提醒大家 想想 在这么样一个辛苦的环境 他们的水资源 即便是这么样一个脏污的水窟 他们都很认真 很珍惜的态度去 去 去使用 使用 那生活在我们这种步于环境的大家 是不是更应该要洗水呢 所以接下来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用心来恭听 3月24号志工早会 上人对于大家的开始勉励 平安就是福啊 现在人人所需要的 是平安的 平安的自己好好的自力 好好的自力 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照顾好的规矩 当然啦 当然啦 就认为 口罩啦 洗手啦 大家 所知道的 就这两个动作 只要这两个动作 需要之外啦 应该呢 也要注意到 当你口罩戴上的时候 也要有密集的方法 不要把一次啊 或者是空洞啊 都落出来 那就是要很紧密的戴好 洗手呢 当你手接触到水 要解决自己 水要珍惜 此了 洗手的步骤啦 现在啦 大人小孩都知道 要如何洗 洗得呢 洗得呢 洗干净 但是呢 还没有想到 洗手的水 要很敬重它 珍惜它 如何洗 洗得干净 水如何省 要洗得呢 不浪费 这都是 我们要再更加强 也一定呢 人人要想到 水资源的 要珍惜它 就是你要洗手啦 水不要放得太大 当你 手 有水 沾湿啦 就赶快 把水 沿着干净起来 好好地 回照啦 搓一搓 手 洗一洗 搓得干干净净 才放水 水要放得小小的 同样 同样 手会洗得干净 所以呢 洗手 同时 不要浪费 水 吃眼 这就是我们 人人要认知 也要认识 也必定要身体力行 我们要知 水 来得不亦有 以前的地球 还有地的水资源 没有自来水 可以从地下 找紧 可以打紧水来用 现在 地球的水尘 也慢慢地 微弱啦 慢慢地干净啦 所以我们 绝对不能 有事无恐 无痛 无疼啦 不要说 不怕没水用 上面的不下来 我往地下找 不可以 我们过去 大爱电视 常常 播了一段 这时 我们曾经去救灾过了 那个地方 人自苦啊 真善美的菩萨 他跟了一位人 去看他 如何找水 那这一位 那这一位 一位年轻人啊 去跟他们说 他的水 是这样来 是如何来 带着他去看 那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还要攀越过小山丘 还要呢 下山过 他看到了水 好像久远的好朋友 很亲近 也是赶快趴上地上 直接去吸那一潭地上的水 假如大家还有记忆的话 他水 是那样的脏哦 他 洗入了 还要先把手 洗干净 从哪里来洗 看他的嘴巴里 水 含了多少水 含了多少水啊 一口水 吸进来 就把嘴巴里的水 又含了吐出来啊 洗手 看他呢 嘴巴口多深啊 吸多少水 可以把整双手都洗得干净 再一口水 可以洗干净了他的手 看看 这是真实人生 实际人啊 总是呢 这样看过 把那刹那的行动 把他拍摄起来 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啦 十多年前 是这样的那一个人 那样的生活 现在的他们 似乎也这样想来了 也差不了多少 这叫做人生 他们的人生 回顾 回来 我们呢 这样的人生 那样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 在脑海中 不到一秒钟 就可以转到了 那么遥远 那十几年前 那十几年前 记忆有存 转回来 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生活 我们呢 生活资源的建设 是那样的 起来容易啦 资源那样的 那样的蓬佛 他们要到那 那一区水林啊 要爬山下林啊 要走多远的路 在那样的 在这样的环境 爬了 吸水 我们这里呢 就是大的电梯 回家 手按个铃 门自动开 回家啦 要喝个水 都是呢 过力过的 好水 连哪杯子都不需要 只要嘴巴靠近 很自然的水 就会倒进 你的嘴巴里去 就是这样的人生 差距很大 那样的苦 我们这样的福 我们看到啦 知不知自己有福呢 有没有看到呢 他们的苦啊 人生差距这么的大 尽管实际 也很用心啊 为他们设计啦 从山上淫水下来 帮他们呢 也建了一个 积水的地方 让他们集中来 提水 那一个 集中 水 从山上啊 用管制引导来的 水集中 现在 寺火还在 水之源 有没有干枯掉啦 这一二十年啦 我们还无法再去 没有那样的因缘 也是呢 到那个地方 也是很辛苦 不止辛苦 还有危险 因为呢 是人与人的 在争执的地方 互相对许 互相互斗 是一个不安宁的地方 所以 我们去不得 当地的人 生活 是也这样吗 我想 应该 差不了 多少 没有太平的日子 就没有 幸福的 人生 所以 人生 苦啊 不过呢 现在啦 有这样的一波 不分贫富贵制 不分国度的富强 或者是贫穷弱势 现在都不分啦 一个病毒 这样的 无形无踪的 快速的扩散 挡不住 也没方法 这样 要跟 一方针 都 还是 搖武器 一年吗 能发现到啦 那一方的一方针吗 是否 真有 发现 可以一方针的 或者是药 但是呢 最重要的 就是发生的病 致病的药 还不止 这都是 很可怕 所以 人人 担心 感染到 何况呢 它是 挡不了的 很快速的 这样的 散开啦 所以啊 我们要 真的要害怕 但是呢 怕又何用 我天天都是这么说 爱的要怕啦 但是呢 这样的怕 怕又没用啊 光说怕 哪有用啊 要赶快 谦卑 要谦卑啦 我们呢 要敬天爱地 这一波呢 是给人类呢 一个 启发 也要 启发人人呢 应该要觉醒 这也是一波的灾难 这种 是瘟疫灾难 这一波的灾难呢 已经啊 灵头了 不只是灵头 已经呢 天降灾难了 这个时刻 人啊 众生呢 应该要开始 觉悟了 悟性要抬头了 要赶快 向着天啊 阳头 向天啊 受 忏悟啊 低头呢 向着地呢 受 感恩啊 大地的宽容 我们人类啊 无视 从有这一片大地 人类依赖的大地 不管是五股杂粮 水 等等 都是呢 从大地 能利益盎然的 受啊 好啊 照啊 好啊 等等啊 无不都是在大自然 提供给众生的生机 五股杂粮呢 来养众生的命 他的环境之美啊 无不都是 给人类呢 一个美而丰富的资源 这都是在大地 我们要感恩 大地给人类的 实在是很丰富 但是人类呢 不知恩啊 还要呢 破坏大地 向地底下挖洞 再挖 所有的能源 水资源 让它不断的浪费 水 那有这非论啊 因为呢 人类真的很需要 水来养命 不过呢 我们有规律的用啊 也不至于挖水 挖地啦 那是古早人啊 没有用具 没有像现在啦 从水资源的地方 那有蓄水的水坝 来蓄水 然后呢 再经过啦 等等 这些水管 可以把大的管 分为支流 那样的细小的管 一直呢 埋到我们的家 让人人呢 在家 动一个手指 水就来了 不是像古早 就是早紧 要去提水 去唱水 去耳水 去打水 现在呢 都不需要 只要呢 劳动一支支头 那这样 它就来 现在呢 连这一支支头 支头 都用不到 只要你 杯子 放进去 它很自然的 就会自动 水流出来 现在的享受 是到这样 但是 不知福啊 还是呢 不断要开发 开发 支援 都是在开发中 最浪费 要浪费掉 很多很多的支援 才会有成就的物质 所以我们人 那知足啦 低旧啦 就可以 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现在的人 还要再好 所以呢 无尽其的 不断破坏 那心灵的意念 也无尽其的 不断的贪婪 所以呢 越来啦 总是呢 危机越来 越升高 越严重 这种 这觉悟的 觉性 还没有 抬头啦 这个时候 知道这个 病毒的 可怕 其实呢 无常啦 国度 为粹啦 也很可怕 最近 频频的 发生 大地震 这个地震 几乎呢 天天都有 全天啊 Korra Aisyah 那个地震呢 他们 一百四十多年来啦 不曾经发生过 这一波呢 也是给很多的房屋 以为平地 啦 这个 伤害 很大 这个国家 不是很富有 但是呢 伤害很大 很多古老的 很有名的教堂 也塌了啦 医疗院所 也塌了 所以呢 这都是 抢救啊 抢救啊 抢救的 时刻 不能 远返 可是呢 这个国家 同样呢 也有 冠状病毒 採索狗啦 地区 疏起来 禁止交通 禁止人 不要出去 现在又发生了 这样的地震 真的是 毫不担心啊 天下一经 这么严重的 疾病啊 瘟疫的病啊 又加上啦 四大不调的 其中的地震 地大不调 还有同时啦 也有呢 像英国的水灾啊 澳洲的火灾啊 等等等等啦 同样 双重灾情 因为呢 这一波的疫情 扩大的 所有国家 可以想象 所念出来的国家 都 还 无法幸免 再加上啦 地震 加上啦 火灾 加上啦 水灾 想一想 这不都是 天下大灾难啊 大自然的灾气 这种 这种 疾病的疫情 还有人类啦 平常 所制造出来的 后端 所以呢 延伸到现在 这都是 很令人感叹 那病毒啊 也是 真可怕 那天下的 四大不调 灾情 也很可怕 实际人 不管到哪里 都是呢 南天白影 出现的时候 不管什么灾情 他们的出现 就是 救灾救难 是啊 想起了 救灾救难了 一定会想到了 菩萨 哪一尊菩萨 被称呼出来 他就是 救灾救难 哪一尊啊 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尊呢 救苦救难的 第一位空 事不成佛 地藏菩萨 当然有 花菩萨心的菩萨 总是不忍众生苦 可是 特别这两尊菩萨 观世音菩萨 温生救苦啊 此言来 四众生啊 不忍心哦 地藏菩萨 花得愿 第一位空 事不成佛 第一怎么能空呢 因为众生啊 不断的造业啊 众生啊 意念呢 那么的 无穷尽的 宽阔 那身 无 抵动 那样的 意念 如何不造业 如何不堕落地域 之前 在人间啊 因缘果报呢 就开始现前啊 天下灾难 平传 这都是给人类一种警惕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心啊 这意念啊 赶快修缩一下 收缩一下 还要把那一份的无名 也要赶快清除一下 这叫做 这叫做 还行 这叫做 即使要赶快 大忏悔 大是大去命 大是非 大艰难去养大慈悲 大无名 大无名 需要大智悔 大同养 需要大智悔 大是大去命 大是非 大艰难 需要大慈悲 那无名 需要大智悔 大同养 需要大�었 尚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忏悔的心念 还有感恩的心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一段的影片 这也是从国外传回来的影片 我感觉也蛮感动的 这也是一位波兰的女歌手 那她就是有说 要谢谢这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 要谢谢她 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 稍微先终止了一下 然后把我们节奏慢下来 去发现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 原本习以为常的一些事物 被我们疏忽的事物 那其实我觉得那一份的感恩的心 忏悔的心 上人一直不断不断提醒大家 只是大家常会忘记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时刻 也是让我们把心 把我们的节奏慢下来的时刻 所以各位您现在的心情 有没有慢下来了呢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 陆陆续续进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 这个时候也可以来 点点名一下呢 好 我们有看到黄崇明 他也跟大家说感恩 感恩崇明听友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徐秀梅听友 其实他有反映到说有时候大家在看脸书直播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会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这个直播的画面 是怎么回溯 对原因就是 你设定有问题吗 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网路的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是2点30秒左右的时候再点开 那好听的片头大家都没听到 好我们下次会再稍后再改正一下 好我们再调整一下 好谢谢刚刚是哪位听友的反应 秀梅听友 谢谢秀梅听友 OK 好 那还有一位我们的温玉娇听友 也跟大家说他在线上咯 哇真的是非常的支持大家 然后也很支持我们 也告诉大家 就是也有跟我们互动 然后跟大家说 他有在线上聆听 是 玉娇听友其实好像还有一些话语 也是聆听上人开始的这个回馈 还有秀梅听友也都是有讲到 就是上人今天在开示当中也是珍惜水资源 毕霞听友也有说到 洗手要常常提醒自己 怎么样要一块生水 不是大家一块 是一根筷子的出血 好谢谢您的回馈 是 那还有这位 他叫做Anlo Anlo Anlo 对 是我马来西亚的好朋友吗 是 欢迎您 谢谢您分享串流 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可以多多分享 让大家同步了解上人及时对于大众的叮咛 那还有我们的徐维俊听友 他也非常的感恩上人 还有万一听友 好 那谢谢陛下听友您回应的 这是关于神水的尝试 这也是我们平时所有的环保菩萨们 都在此时此刻真的用真正的行动来让我们珍惜天下的所有资源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水灿里面的大忏悔 好如果说当年大家有参加水灿的金藏演绎的时候 最后羡慕的时候一定都是唱这一首的大忏悔 那其实短短的这四句话 刚刚告诉大家 我们明天的张老师他也跟着在比 我今天这时候印象深刻 明天大家要记得进来点赞 同时老师如果说累积到500是不是 他就可以自台自唱 你们可以请他比这一首大忏悔 好 来来来 我们明天这个耳目一新开麦秀 就是我们大爱网路电台 对 三月份的新的单元 没错 大家都有唱歌 因为我们把爱串起来 我们希望说大爱爱电视台 还有我们的有广电的媒体 然后还有平面的媒体 像慈悸月刊啦 金电杂志啦 还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部门 有总务啦 人资啦等等 其实我们有好多好多 这个幕后的无名英雄 大家都可以融在一起 所以我们固定星期三 有一个耳目一新开麦秀 所以我们都会邀请到 平时看不到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呢 都会固定周三 跟大家相见 老师为了上我们的节目呢 特别来见识 我们怎么可以说老师来视察 所以呢 明天啊 明天一定要请大家好 好好的来请教老师啊 老师是这个是新闻界的资深前辈 我老师 我是小时候看你的节目长大的 我知道 所以明天呢 老师要展现他的非常非常专业的一面 要跟大家来分享 而且他还会呼唤他的学生来 已经有一点严过及时了 不过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那你有机会明天跟大家见见面 明天还会请两位 我个人非常佩服的同仁 那跟他们一起来 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们的故事跟心得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非常感恩老师 愿意把这个很久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广播线上的这样的第一次机会交给我们 所以明天一定要大家耳目一新 一定要准时来来上线 非常期待 感恩老师 感恩老师 好来 我们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来安排播出 这是上一个礼拜的开麦秀的主持人 朱琪姐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为大家来做重点整理 有关于意大利的疫情 其实这次意大利的疫情呢 也是让世人非常非常的关注 他可以说是全球仅次于武汉 是 中国大陆武汉 这个疫情最严重的西方国家 对没错 那那个朱琪姐他其实有分享到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那他怎么去做分析 其实有提到这个 在西方国家 意大利这个地方 他们的致死率 那真的是9.3%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那在这个3月24号志工早会的这一段分享当中 我们稍后也会配合着简报档 朱琪姐所安排的简报档 我们一起来聆听 也让大家一起来关心 今天是初一 台北天气晴 这么样一个简单的问候 现在我们听起来却格外的不平凡 因为在这一波疫情当前 我们的生活 昔日的如常 随时会面临很多的变化 好像突然之间 某一所学校又停课了 突然之间 我们的好朋友被隔离了 突然之间 我们的同事 暂时没有办法来上班了 这就是一连串的疫情之下 给我们的警惕跟启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是大疫当前 大灾教育 这是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 在这一波的瘟疫 疾疫当中 我们到底学会了什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目前全球疫情 第二严重的国家 那就是意大利 大家都知道 这个病毒从中国大陆 开始发出了疫情之后 现在大陆的疫情 已经渐渐趋缓 甚至有能力输出自己的 医疗专业经验 去帮助其他国家 但是全球排名第二严峻的意大利 状况就没有这么乐观 透过这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意大利现在的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五万九千人 逼近六万人的打官 那么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一 逼近五万五千五百人 所以换算下来 它的致死率呢 也是全球最高 来到了百分之九点三 意大利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国度 假如大家上网搜寻意大利的图片的话 最先看到的会是像这样的一张 这么美丽的一个高跟鞋图案的意大利 它是多彩多姿的 它是充满岛国风情的 它也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它更是全球的时尚之都 那么问题可能就出在全球时尚之都了 意大利北部的大城是米兰 那米兰呢 却是这一次疫情的发源地 原因就是米兰有非常非常多的成衣产业 从生产制造加工到贩售 通通都来自于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大城 那么时尚之都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 在意大利米兰的时尚之都啊 这一些商店或这一些工厂 背后的老板多半都是中国大陆的温州人 光是在米兰就有超过六万名的温州人 他们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 在这一波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的农历年 很多的温州老板们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年 但是当他们再度回到意大利的时候 就让这个时尚之都的风险变得比较高了 我们再来看到啊 有人说呢 米兰其实是第二个温州 这也就是米兰的疫情发展这么严重的原因 那其实意大利是继中国大陆之外 最早宣布要封城的西方世界国家 封城只是一个形容词 米兰人从来没有遇到过 所以当时在一月底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疫情会蔓延的这么样的严重 那意大利也是一个有健保的欧洲国家 甚至于啊 他的医疗系统在欧洲国家来说 算是相当先进的 只不过这一次就连意大利的医疗系统都没有办法附和 因为呢 1月29号出现了意大利的第一个病例 他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从此之后呢 这个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的 在意大利的北部蔓延开来 那刚才我们提到意大利有健保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治疗这么多的病患呢 原因就是 一时之间涌入太多的伤患 医护人员本身也没有办法附和 医疗的硬体也超载了 在这张简报当中 大家看到左手边的画面 病人身上盖的竟然是类似铝箔布 这样子的一个隔离的设备 他们把这个布当作保暖 也当作一种隔离 就盖在身上 那病床与病床之间是靠得非常的近 所以呢 病毒的传染就没有办法在医疗院所之内被控制下来 意大利本身不产口罩 所以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他们都要向国外来购买 可是这个时候 谁还有办法把口罩卖给意大利呢 所以现在的当地是医疗的硬体设备非常的匮乏 意大利的报纸过往都有刊登复文这样的历史 只是说最近这个复文的页数啊 一天比一天增加 在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报道告诉大家 现在光是报纸的复文啊 每一天就超过10页 因为意大利现在的死亡人数非常的多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前两天还曾经创下 一天就有793个人死亡这样的数据 等于是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亡生 那疫情不可收拾的原因 第一个刚才我们看到了是医疗超载 第二个原因是意大利的老年人口偏多 超过22.6%的意大利人口 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那么在这一次的5000多名的死亡病例当中呢 九成以上也是超过70岁 老人家的抵抗力本来就比较不好 面对疫情的时候 他们更是非常脆弱的一群 那么疫情不可收拾的第三个原因 是意大利的吸烟人口很多 想想看如果一个高龄长者 他又是老烟枪 他的肺部纤维化的问题 可能比一般人来的严重 这一波的肺炎再清洗的话 他自然也是招架不住的 那以上是我们刚才看到 意大利三个无法抗拒疫情的原因 可是呢 即便在这样的大疫当前 意大利人血液里所流的那种 乐观也好 浪漫也好 艺术也好 还是挡不住的 在家家户户都很心头紧张的时刻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疏解自己心里的压力 也彼此加油打气 我们来看这段20秒的影片 铁窗前唱着歌 后时的嗓音吆喝着大家团结一心 来到意大利街头 以为置身户外音乐会 民众苦中作乐之余 拍掌 打鼓 敲击锅盖 感谢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每一个国家的人面对疫情的时候 有不同的面貌跟心理状态 我们看到意大利 虽然疫情严峻 但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在表达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 也许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是欧洲人的民族性 但是这一次的疫情也可以看到 意大利其实早在三月中旬 大概一个多礼拜前 就向欧盟发出了求救信函 可是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办法帮助他 因为欧盟的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成员国 现在自己的疫情都很严重 那么这一波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想我们海外的家人 会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办法回来跟我们团聚 我们很想念他们 他们也非常的想念台湾 想念金社 所以我们就在新闻时段里头 安排了这样的连线 让不同国度的师兄师姐 可以上线 来告诉我们在隔离期间 他们都怎么样过 那这一段影片40秒钟 是来自意大利的温真兰师姐 她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底下 他们的心情如何 是我们想知道说呢 现在当地的疫情 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峻 那么居民的生活日常 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现在大家见面里 就绝对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除了跟自己家园以外 所以除了见面 跟朋友见面之外 就都待在家里 尽量不能出门 所以会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习惯到外面慢跑的人 做运动的人 还是很希望能够出门 不过就已经非常非常节制了 尽量 而且甚至会被罚款 所以不能就是了 不能出门 好 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温真兰师姐 跟我们连线 谈到他们现在 心情虽然紧张 但是那种想要出门 想要探亲 想要聚会的那种心思 还是有的 所以这也许是民族性血液里头 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份 不过呢 大家还是要了解到说 在这一波疫情当前的时候 唯有人人自爱自律 才能够保重整个社会的安全 跟平安 还有健康 最后这一张照片 我们看到 封城的意大利 在这样一个小街道 石板路上 有一个人跪在地上祈祷 这也呼应了上人告诉我们 要向天忏悔 向地感恩 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但愿我们人人 都学会到了一些什么 也启发了内在的谦卑 还有感恩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报告 感恩 感恩 感恩主体师姐的分享 真的 透过她的分享 我想到就是 到底是无常先到 还是明天先到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上来一直在跟我们讲说 我们一定要自爱自律 因为整个的事情的 整个的发展 事实上是跟着我们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这次疫情年 我们真的看到了 所谓的地球村 而且这次疫情真的 造成我们很多很多的改变 这改变我相信 在以后的历史上面 他一定会把它呈现出来 那感恩 感恩主体师姐这样子深入的 跟我们分析 意大利的现实状况 不然我们一开始都还是片面的得知 谢谢 感恩 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您所安排播出的是 在3月24号志工早会 由大爱新闻部经理 陈主体师姐 为大家所做的这一段分析 让我们了解到 在意大利这个国度 之所以致死率如此之高 老年人口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吸烟的比率上 也是非常的高 那所以呢 各位听众朋友 为什么上人会希望说 我们此传队一定要守十戒 其中呢不抽烟 这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 现在就是没有错 这就是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呼吸 就是要好习惯要培养好 当然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就是德静师傅的 所做的这一段回应勉励 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期许 那刚刚上人在开示当中呢 其实有提到了向天 我们要忏悔 曾经所做的株恶业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来诚恳来忏悔 同时要向地感恩 面对所有的疫情 我们也是感恩 所有的一切 也感恩所有的人事物的投入 我们一起携手来抗疫 是 那刚刚其实主席姐有提到 这一位温真兰 她刚好是在地的这个刺激志工 其实有分享到 在当地的这个疫情 然后他们居民是怎么去度过这样子的难关 是 然后其实反观现在各国都在做这样子的防疫措施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人人都真的需要自为 然后就像主席姐讲的 这个大义当前 心安 人也要平安 好 我们也祝福大家 也非常谢谢我们在线上很多好朋友 谢谢刚刚 ElloEllo说她大分享了 大分享很好 也谢谢我们在线上的好朋友 有徐梅听游 徐秀梅听游 还有万一听游 也告诉我们 就是脸书跟YouTube都是一样 都是稍稍会delay到 我们稍微再把那个直播的时间往前调转一下好了 好的 也趁早来击中一下 呼吁大家 快点来坐 坐 要来听坐 好 贵连听游 谢谢您 您也说 对 我们此时此刻就是要大忏悔 好 那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有来上节目就可以偷偷抢先看到张老师 没错 我们明天就可以收听到张老师的这个精彩节目 尔目一新开麦秀 好 那么今天呢 真的是很谢谢所有好朋友的加入 也谢谢张老师今天陪伴着我们 感恩您 也谢谢我们的小编 明天就交给你了 好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 让您来帮我们cue到最后一首歌曲 最后一首歌曲 江爱串流 虽然是去年2019年 一代气旋造成的这个非洲 东非三国 非常非常的严重的灾情 是 但是呢 一年过后 其实我们也看到当地志工 这个本土志工逐渐起来了 好 但是呢 现在又是全球的疫情 也是一样要把爱串起来 将爱串流起来 需要你我那份的祝福的信念咯 也在此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我是怡君 我是仁川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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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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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